它在一直跌 再来说第二的话题 有关于澳洲单个股票A2奶粉的事 咱们都知道 奔赴红酒由于上了中国的反倾销名单 因此它的股价一落千丈 那么像Blackmore也就是澳加宝 等等一些保健品产品 也是由于竞争的关系 在股价达到2018年高峰之后 就一路下滑 但是我之前说到 A2奶粉作为澳大利亚 除了铁矿石以外 最能够抗跌的产品 为什么它的价格 也在过去的上月下跌了60%呢 我们都知道 奶粉理论上它是属于一个钢区产品 那么在热门的时候 在过去三四年时间 一二线城市的新妈妈们 他们为了自己孩子的健康 都舍得花钱购买最贵的澳洲A2奶粉 所以当时A2奶粉是被炒到了天价 它的股价也从小小的一块钱 涨到了接近于20澳元 在四年之内关了20倍 但是呢 从22元自从疫情开始之后 就一直下跌 跌到昨天收盘的时候只有7.06 几乎是跌掉了65%以上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原因只有两个 一没有了代购 二没有了电商 什么叫没有代购 大家比较容易理解 之前很多澳洲奶粉的 寄到国内去 都是通过大量的留学生 短期工作签证 或者是国际游客到澳洲来 买完之后带走 但是由于现在疫情 国门封锁 使得留学生也好 国际游客也好 不要说是减少 那压根就是没有新来的 这就直接导致呢 没有了搬运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没有了零售也可以做批发 那为什么批发也会减少呢 我们看到不论是京东 淘宝 贴猫 还是其他的一些电商网站 对于来自于澳洲的 A2牛奶的订单量 都出现了大幅降低 这个就要说到了 敏感的中澳外交关系 我们知道现在中澳关系 处于历史最差水平 有可能还会再差 在这个节骨眼上 各大电商 并不想去触犯潜在的政策规定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如果是 他订购了大量澳洲的产品 有可能会被作为出头鸟 而点名批评 因此各大电商平台 这个时候都会寻找 非澳洲的替代品 比如说买欧洲的 甚至于买美国的也可以 只要不是澳洲的就行 这就导致呢 原本即使是没有出现在 反倾销名单上的 A2牛奶 A2奶粉 其实也是没人要 所以说在中澳关系 缓和之前 无论是奔赴红酒 还是A2奶粉 还是贝拉美 还是其他的其他所有的东西 应该说 他的销量 在国内的销量 都会大幅降低 即使是他没有上黑名单 依然他会受到 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 而出现大幅降落 所以在两国关系好转之前 大家不要去抄底 中国把中国市场 作为主要市场的 那些澳洲上市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